歡迎大家來到小政府的節目 今天我們繼續上一集的嘉賓 有自由黨的青年團主席李子敬 中產會的發起人林月 和我韓文熱107動力的召集人 我們今集不如說說政府的管制 有什麼是不好的管制呢 講一下你們心目中 什麼是政府管得好 什麼是管得不好 越管越壞 越管越禍 我想最壞就是BSD和SSD 我們看到政府推了這個之後 其實你說政策原意 政策原意理論上 任何關於樓市的政策 應該是以幫別人上車 設計 置業唯一的目標 但我們看到這個SSD和BSD推出之後 第一 樓價並沒有冷卻 現在是再創新高 現在慢慢上 慢慢上才實正 現在是創新高的 特別是一些小型的 細單位 因為整個BSD和SSD 令到很多業主不把單位放出來 變相令到租務市場提高 租務市場提高 那些人直接租不起來的時候 就唯有租一些小的單位 現在去到一些市區的地方 近地鐵站那些 其實一間劏房 現在譬如北角 太子這些位置 現在說的是 劏房一百尺 鬆一點點的 劏房都現在租六七千 所以其實這個政策越攪越稅 令到很多中策 其實根本都上不了車 因為它的壓力測試 它要求你要加息之後的水平 你也要負擔得到 這個不是大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現在銀行在收緊它的借貸 很多時候都是要 例如跌上你的樓價 三至五成的首期 在這個環境重點操 搞不定 所以其實BSD和SSD應該是立即廢除 樓市勒昭 李子敬覺得是一個 典型政府的越管越壞 是越管越禍的一個例子 擺明是妖民 你根本影響不了別人 幫不了別人上車 不只你還令到別人換不了樓 然後又抽稅 然後其實真真正正 完全是干預了市場 最重要是自由市場 第二樣東西政府也管得不太好的地方 我都不得不提就是港鐵 港鐵 你近八成的大股東 你會董會又不開 董事稿又不說 坐在那裏又不出聲又不管 最簡單 前兩天粉嶺還是上水 就撞傷小動物 為何撞傷呢 你整個幕門就不撞傷 錢你又會收 幕門又不會弄 不要說是小動物 人也會跌幾個 是否冬鐵幕議員線就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的 到現在都 當年管堂線整幕門 還要你每一程 不知道大家都要甲休止 要給一套紙 要給一套紙 第一你害了小動物 你又害了城下 你又害了員工 員工又被人罵 你的指引又不清不楚 你根本整個管理就有問題了 很多國家的國營鐵路 那些更慘 赤字連連 但是你現在是全面向錢看 其實我講一句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政府的角色混淆 作為一個機構的股東 其實就應該以那個盈利 作為那個考慮的標準 但是當你一個政府入股的時候 其實他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那時我都聽過 田北辰的說法 就是他覺得他自己作為當時的鐵路主席 其實他覺得自己的身份好運 因為他不知道他的目標 究竟是賺多錢為止成功 還是符合到社會目標為止成功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也同意 其實現在港鐵最近的事故是高了 但是我發現其實港鐵 如果你給世界其他鐵路 他都算是做得不錯 我們現在最擔心就是他 這個趨勢是越搞越差 這個趨勢 所以看看怎樣 其實因為你剛才提到公營和私營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因素 去決定他就是有沒有競爭 雖然你現在這個地鐵公司是私營 但是他現在市場上是缺乏的競爭 你巴士也好的士不是一個直接的競爭品 所以他即使是一個私人市場的產業 但是他缺乏競爭之後 事實上不是很大的推動力去改善自己的服務 所以港鐵的問題反而是政府 高度介入整個運輸市場 在一個政策上有一個嚴重的傾斜 對鐵路 即是所謂鐵路優先政策 導致其實這間雖然是上市的公司 就無需要真的像一間企業那樣 好像Google也要對Yahoo iPhone也要對Samsung 你才有創新的 你才會激發到你那些新的意念 原來不是的 整個香港所有政策 的士啊 小巴啊 巴士啊 又一千多巴士又說你近九龍塘站又要CUT 是呀 重組啊 203 是呀 那些203線 那這些為何好好的走進去 為何不給予一個選擇 即是不可以近地鐵站的 沒有競爭 沒有競爭就要 最離譜的就是運輸處跟我們說 有一村居民因為大部份是開車的 那我說 但我們現在只有一輛巴士了 是不是 我明白他經常說 南山村有很多長者要去哪裏 但你都留一輛給我們 我覺得現在整個中產的環境 你覺得不可以在公共政策裏面 你不出聲就被人欺負到想 欺負到唯一一架都沒有 是呀 即是我們被人是嚴重傾斜了 向另一邊 其實如果你說港鐵呢 剛才梓敬說得很好 他帶到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股權那裏 學文傑剛才說的說了一半 政府是高度介入了 公共政策裏面的交通那部份 但是放手港鐵的管理層任意去做 導致今時今日就是獨大得來就獨衰 不單止這樣 物業管理也是他衰的 你將軍澳三元一呎 你怎麼給呢 你六百多呎 三元半天盡三期 是呀 六百多呎兩千多元 是不是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在這裏都呼籲一下港鐵 你的管理層 你以後不要再用股東交代 最大利益為藉口了 你有沒有問過拿著六十六的股東 是有多少個真的要求你這樣最大化 他一手賺了你多少錢 但是他天天跟你搭地鐵 都不知花多少錢你這樣加法 這是第一 第二 百分之七十九的這個政府 他應該有一個道義責任 作為大股東出來 說給你的董事局聽 我不是要你賺到盡的 因為這個是政府作為行政管理人士 管治整個香港 你要對整個香港人負責的 你不只是說賺到最多的錢就負責 所以如果你大部份的股東 包括小股東和大股東 理論上就應該出來告訴你 喂不是要利益最大化 因為當你利益最大化的時候 香港市民的利益就最少化了 因為就被你立了 好了難得吵得夠了 就去拿一些回贈 那些回贈的名目比 更差過退保環保袋 那些東西 真是猜不到的 回贈 那麼就 搭少一程又沒有 搭多一程又沒有 去某個站又沒有 去某個站才有 你找精算書量度過 所以整件事由股東的意向 到你怎樣收錢 怎樣回贈 連幕門都起不了 有跌倒人 整件事政府 有些東西是贊成的 要少政府的 譬如是一些經濟政策 譬如一些影響香港競爭力 那些東西你是該去干預的 董事會行港鐵董事會 你根本就坐在那裏都不知道做什麽 政府都有干預港鐵 就是在外面干預 就是搞了203巴士線 搞了一些小巴線 搞了一些城市 那些是干預又一村的居民 干預住在港鐵 原善物業的業主和住客 但就不是干預的管理 幫住他 就是縱容了富二代 霸權出來了 不用做的 就是不用競爭的 就是第二遞給他 是的 那這種干預就是很扭曲了 很多時候政府有很多的管制 很多的干預都是扭曲的 就是另一個我們 一鳴車和你說的很多年 就是煙稅 煙稅就連續在回歸之後 增加了超過百分之一百 但是其實煙民的數目 其實都是輕微下跌 有一些年齡層是統計處的數據 小學生的煙民 還在上次加煙稅之後 就不跌反升 為什麼小學生會加煙稅 而阻煙民呢 是不是比較威風 小學生 吃得起五十元一包 多厲害 不是煙仔餅 小學生進去七十一買煙 斷鼓的售貨員都不敢賣給他 有電視 施煙的問題 不是的 有一枝一枝賣過的士多仔 如果賣一枝一枝就不是正間煙 你是施煙BB 施煙在我 你哪枝煙的牌子那麼重口味 BB施煙 那就是真的施煙 就是在公屋公園 那就是兜售給小學生 其實很簡單 你為什麼香港現在的施煙情況這麼猖獗 其實你是有利可逃 一些不法分子就會去做 當我們現在香港吸食施煙的比例 整個市場的施煙有率 是差不多三成 就是每三個在吸煙的人 只有一個在吸走私香煙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吸食走私香煙 很簡單 當你正架煙因為你的煙稅高的時候 那這些不法分子 它由其他國家去入口這些施煙 那個水位就會越來越高 它的水位越來越高 第一吸引到一些人去從事這個非法行業 第二就是它整個運作方面 一定會是無論在物流方面 銷售方面一定是制度化 我們如果住在公公屋邨的朋友 不能見到現在的施煙已經去到 會入信箱 每個信箱都會一層一層 那些其實已經去到很專業的銷售模式 你每一次加煙稅的話 你是鼓勵更加多的施煙的比例 那施煙除了 例如你剛才說過 它是小學生 因為它沒有法律上的監管 它是小學生都會買 任何人都會買 有奶便是糧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 你賣了這堆煙是給施煙的市場 其實就是這堆煙原本的需求 你沒有交到稅 那就是說你損失了這些公帑 你不單是損失了這些公帑 這些公帑就是去了一些有組織的不法分子 那這個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打擊是很大的 就是好心做壞事 就好像BSB、DSB那樣 就是出發點可能是很好的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要那麼一雙情願 你加稅就一定少吃了嗎 不會的 反過來 你現在很多公共政策那裏 無論是交通運輸那些 它是很一雙情願的 我說cut你便cut你了 但是其實 是不是那些人就不去那個地方呢 或者那個地方是不是會因為這樣 那個空氣那方面又會好了呢 不會的 就是好像你說你那個區那個駕駛私家車 你便逼了更加多的私家車去那裏 是啊 是不是沒有巴士搭路 原本我都還可以搭巴士 我65歲我搭巴士2元 有些都不可能是weekend driver 你現在逼他就7天 driver 其實有時候想法政府都很厲害 值得你去少政府 就是我們認為整個港政府有一種技工文化的管治思維 就是好像技工維修的燈壞了便換了光棍 燈壞了便換了鈕 就是它當社會就好像一個機器那麽簡單 扭一下螺絲便搞定 我想做某一件事一定一領便搞定 就是剛才說 由樓宇引花稅到港鐵管治到煙稅都是 他都是覺得一扭政府便是技工了 一扭機器便會運作 他不想到其實你一扭一扭 其實可能第二個洞便會爆出來 有很多我們想像不到結果 就是依照我們說 李之前提及走私很嚴重 最近如果大家看到 有一個牛津經濟學院做了一個研究 就在亞洲十四個城市 比較走私問題 不看也不知道原來差距這麽大 利用可以這麽大 即是香港現在賣一包原稅香煙 就六個半美金 那菲律賓你猜一下現在賣多少錢 六毫子 就是六毫子 好資格 好資格 我不是英文也沒有看過報告 但是我猜到 十倍 讀經濟的 同一個牌子 所以 那些字不同的 即是去維園 走到TJ姐姐那裏有得買的 即是他們現在說 那個報告說 現在香港大概一條壽司煙 在賣三百三十元 即是三十三元一包 如果你在七仔或者在報紙檔買 就五十幾元一包 即是餵到五百多元一條 那你每一條都一百多元的時候 不做再假 又有誘因 後面就是誘因 你對於那些打工仔 就壞滅他的工作有誘因 是不是 加稅 又MPF 又現在那個什麼 爆煲退保 抽到你兩個% 但是你對於那些私煙就給他很多誘因 是 很奇怪 有些國家 香港政府很有趣 有些國家 加煙稅 其實原因就是要增加稅收 即是沒有錢 很窮 政府沒有錢 窮到煙民都殺你 因為他的經濟 要求的彈性低 他不戒不掉 他就殺你 但是現在香港不是殺你 是一樣的彈性低 但是他加不到 正如黑子經 稅就少了 走私反而多了 所以就是 這個就是政府管源的效果 有個經濟學家在美國 他叫Lava 他專門研解煙草稅的效用 他就看了很多國家的數據 就是 有些政府為了錢 增加稅收而加煙稅 但是往往 結果就是 稅收的金額是跌了 反而 稅率升了 但是稅收金額跌了 原因就是 其實周圍都可以走私 尤其是香港的人口 那麼密集 屋一棟公屋 可能住幾千人 那就更加容易做私煙 你不是外國說 我拿半個小時 他約你交收半條煙 浪費了有費 有費時間也要錢 大佬 你那些交區的地方 所以其實香港 這個煙稅的政策 就非常之不合乎民情 但是香港實際的情況 很適合去走私香煙 真的 因為剛才說 菲律賓便便宜十倍這麼厲害 中國大陸和澳門 這麼近 六路都走到來 講的是六七倍的差價 所以那個煙的煙民 以加煙稅作為解決吸煙問題 這種思維 其實就是完全反映了政府干預的後果 但是很有趣 有些團體還繼續說要加到百分之一百 再加到百分之一百 這個就 又要看未來一年 不就是這樣 不如立法不要讓他吸煙 這樣就變成100%私煙嗎 對 不就是在家裡吸煙 不能賣 100%私煙 然後在家裡吸煙 不要出街 出街見到你吃 一千五元才加 一千五元 就是毒品 可能有些人被迫真的可以減到 但是一樣就是 那些私煙都會增加 最好笑的是 為什麼紅酒就是免稅 但是吃煙就要不斷加稅 是不是只許富人 喝酒 不許窮人 抽煙 這個現象其實值得探討 是不是比較多的政府高官 喝紅酒 所以就不加 當時而已 當時 現在可能就少了 政府是以健康作為出發點 那你很多事情都不應該 很簡單 高速公路 其實有科學報告說 如果你只要你把車速 提高多少%的話 它的意外率是必然提升的 這個是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但是是不是代表 香港沒有高速公路 全部降了30% 你不是這樣的思維模式 你是適合的就是去做 政府應該原有 就是有一種拿捏的智慧 但是現在我們香港政府的管治 越來越走向這種 這種忌公式的做法 忌公式的思維就是 一理我 有些錯話 先扭你的按鈕 立即扭你的按鈕 你中產乖 就掠一下你 還有一件事 政府又殺到來想管 連上班多久都要管 這種公時的限制 公時的管制 你們怎麼看 公時來說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 我們剛才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我們天然資源 其實不是那麼豐富 所以其實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的人力 我們的生產力是很重要 那當你政府強行 粗暴地在這個人力那裡 放一個蓋在那裡 就是說 因為標準公司 有很多人聽眾 未必那麼了解 第一個component 就是你過了某個時數之後 你要補稅 這是第一件事 而第二個component 就是最高的公司 就是你去到某個水平之後 無論我補多少錢給你都好 你絕對不能工作 這個對於香港這麼多 這些投資銀行 會計 或者這些高公時 但是高回報的工作 老實說 一些自己的更新 或者一些發發向上的人 其實他不是很介意 去用勞力去換取一些 在事業上進升的機會 但是你強行 就是把他 把他 很老實說 不要說是最高公時 就算是標準公時的部分 你僱主 你猜他會不會容許你 是OT 因為他要補稅 他必定是迫你 在某個時間之內 完成你手籌上的工作 所以其實你是沒有舒服 可能你是要被迫 在一個更短的時間內 完成你現有的工作 其實這裏也反映到一個 至今剛剛帶出了一些 制度上 在僱主的制度上 將來會怎樣呢 第一 你原本是OT開的 幫他賺的錢多了 他就可以出高些人工給你 或者給你一些OT的錢 好了 現在你這樣去逼他 你六點鐘就離開了 似乎很好 很開心 但是我請多兩個 你原本有三萬元 是不是 你呢 他未必會減你的 不過可能 十年都不再加你了 請回來的 兩萬元 兩萬元 三萬元 兩萬元 一萬元 好了 那你又不能升 但是呢 又多了人就業 多了人就業 多人就業 由零 變成一萬元 變成兩萬元 的人多了 那通脹又會多了 那你那個購買力 又低了 就好像當時 叫做最高時薪 最低時薪 那些東西 是不是 當然 出發點也是好的 譬如有小朋友 或者我都希望回家 多點休息 見一下父母 但是你真的要想想 實質上我不可行 尤其是你一刀刺 封頂那一刻 又是粗暴干預市場運作 又是好心做壞事 最理想的是 我們上兩集有個 北韓的姑娘過來 逃走出來的朋友說 北韓不是說到 養得完美的 政府就會幫你 做好生活 上班下班 老婆也會幫你找來 找個美女給你 你聽話的話 做到黨員的話 這麼厲害 但是 這個不可能 在現實世界 真的實踐 所以 理想還理想 如果政府 透過這種管制思維 連工作時間都做限制 那帶來和環很大 講煙文 可能也是第一個受害者 以後 不讓你下去抽煙 你做吧 只有八個小時 你不要每個小時 跟我走出去煲兩票 不能打火鍋 打火鍋都被 摩扎 摩扎 反過來想 因為資源有限 你才要規劃 你才要規劃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影響了它的競爭力 在有限的資源裏面 走進行共產主義的規劃經濟 你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說 接下來 你黨員就沒問題 不是那麼多個 我可以包你吃包你住 但是普羅大眾 好像北韓一樣 吃不飽 奶都沒得喝 你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這個就是極端 但是你不應該朝著那個方向走 現在香港的政客和政府 去聽取聲音的偏聽 就是趨向於規劃經濟 但是大部分人告訴我們 規劃經濟走不通 即規劃的前提就是 你能夠規劃 你有什麼規劃 為何要規劃 你是一部機器 你可以有一個工程師去規劃 那部機器 車的引擎 那條車要怎樣 但是現在我們說 社會複雜的運作 不是一部車的簡單 你以為是一部車 其實是一個人來的 你亂用的 下個月度 可能都會暈倒 現在政府傾向相信 那種當人是馬那樣醫 當人是壞車那樣醫的心態 出到來可能不止工作 工時管制會 工作崗位流失 有些工種可能在香港會消失 現在的飛機 飛去廈門清潔 都不在香港做清潔 現在洗碗都快沒有了 現在要集中 又產生了一些新的行業就是 暫中洗碗 洗碗機 現在最低工資 現在美國加緊 現在美國的麥當勞 已經開始轉做手動 即是那些機器的點餐 即是那塊羊 即是日本那些 對 炒起來那個人 800日圓 沒有最低工資 那部機器 那又是害了一些人 原本我做到事 你不讓我做 現在將來 現在就說 一萬多元 洗碗很開心 但你有一個蜜月期 之後 因為那些企業 還未適應那個政策 一適應之後 死了 不用做了 洗碗不用做了 那大家就多虧他不少了 我記得我們講 最低工資的時候 已經講過 科技取代人力的趨勢 是會加速的 加上工時限制 就更加推動 即是不會說 叮一聲 明天就全部沒有工作 全部變成機器 不會 但是大家真的 睜大眼睛看一個變化 有最低工資之後 出現了一些八特通點餐的 車仔麵 通常很多 也有將軍好友 有壽司店 也是拿iPad 讓你在桌上按按按按按按按 但是大家的生活是見到的 有些可能少一些 李子不好說 洗碗怎樣洗 你看報紙也知道 像信和 開了一座全亞洲最大的洗碗工場 它不只是在自己旗下的商場 是外面的收來洗 是一個生產鏈來的 那他也要人們放一些碟子進去 不過可能是說以前十分之一的人手 HIT 你說碼頭 那你罷工吧 罷工罷工 過去以前香港 過殺鹽田 是 就是說我們碼頭的行業 就是走去鹽田 走去 都是李嘉誠的嘛 你打擊李嘉誠 但李嘉誠不會影響不到 還有以前香港 左手交右手 八成是人手做的 現在慢慢移向用機器 現在碼頭收拾的東西都開始用機器了 越來越多 荷蘭是九成用機械人去做碼頭運作 荷蘭最低工資很高 這些就是趨勢 但其實似乎工會又不去面對 待著先吧 選票來的 這些多好聽 我包你有多少錢 我包你就回不用那麼多個小時 不用那麼多個小時又有那麼多錢 很好聽的 我怕你代言褲穿孔 這個你就想過 香港現在快要穿孔 我們今天都談得很愉快 有啊 李梓敬 自由黨的青年城主席 林月中產會 今天一集跟我們分享很多 政府究竟管什麼是好 會不會好 有機會再多上來跟我們聊天 好啊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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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愛的 開心 igned 還有 exp